吃过早饭,再次上路,这一次他们就不能再用飞行混倒器前进了,凡是浑兽聚居地,空中几乎都是禁区,除非是想成为靶子,或者是对自己的实力有着绝对信心,否则是绝不会去上面尝试飞行的。 在这个时候,霍雨昊也终于见到了他们此次要进行实验的混倒器,那是一个十分奇怪的东西,整体是一个直径大约两米左右的球形,里面有三个座位,一个在前,两个在后,球形整体是密封的,但在前后左右全都有用水晶隔开的窗户,可以透过窗户看到外面。 球体下方,六根金属这座的长腿,每一根都分为三节,尾端十分锋锐,可以轻松地插入泥土之中,六条长腿的第二节隆起,第三节连接在球体下方,看上去十分奇异。 这是什么东西啊?霍雨昊一脸惊奇地问道,这种混倒器他确实还是第一次见到,橘子道。 轩老师给他起了个名字,叫做全地形探测混倒器,看到他的六条腿了吧,我们是要坐入球体内的,通过里面的混倒器核心阵法对他整体进行控制。 球体本身是用高密度合金制作而成的,可以抵御六级混倒师以下级别的攻击。 同时,球体本身还可以由我们释放出混倒护照,目前上面附加的混倒护照核心法真是五级的,我和柯柯都能够操控。 不仅如此,它还有隔绝气息的作用,我们只要坐在里面,就不怕被浑兽探查到我们的气息,它能够灵活地在各种地形中行动。 如果在山上遭遇危险,它还能将长腿收回,本身释放出一层厚厚的橡胶,从高处滚落的同时保护我们的安全。 而且球体本身密封,在必要的时候,落入水中也不会有问题。 这个全地形探测混倒器,先强调的就是生存能力。 因此,护甲十分厚重,但对魂力的消耗也很大。 以我的修为,大概能够持续操控它半个时辰,就需要通过冥想恢复魂力。 但如果是我们三人轮流操控的话,应该就能持续更长的时间。 霍远豪真的被震惊了,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,原来人还可以被装在混倒器之中。 虽然这只是一个探测混倒器,但如果在外面加装上混倒炮呢,这似乎并不难吧。 橘子的解释很详细。 语浩,你可别小看这件混倒器。 预期说它是一件混倒器,倒不如说是多种混倒器的结合。 为了研究它,我们日月皇家混倒师学院足足进行了三十年的研究, 不断地将尝试各种核心阵法的搭配再加上不断地调整, 直到最近两年才有成品出来。 而目前明德堂那边的最高研究方向,实际上就是如何将它转变成为战斗型混倒器。 霍远豪到西口两起,橘子的河盘拖出令它对日月皇家混倒师学院又有了全新的认识。 如果普通民众或者是普通士兵都能够操控这样的机器人, 那么日月帝国在向其他几国发动战争,还有谁能够抵挡? 虽然它还没有尝试面前的全地球型探测混倒器, 但它却有种感觉,这东西的研制成功对于整个斗罗大陆来说都有着划时代的意义。 一边说着,橘子走到全地形,看似混倒器面前,扶着旁边的扶手爬了进去。 柯柯看着橘子,心中不禁有些无语。 阿安想到,这不是学院的机密吗? 尝试就算了,橘子姐这么将它的来历和学院的研究方向都告诉霍宇浩了。 难道,这就是趁人家的嘴短? 霍宇浩没有多言,直接纵深而入。 全地球型探测混倒器的内部十分简单,甚至可以用简陋来形容。 只有在第一个座位前有几个金属杆, 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。 三个座椅就是最简单的金属座椅。 被固定在球体内不大的空间之中, 座椅上有安全带, 它们进属的位置就是其中一个窗户。 除了四周的窗户之外, 球体正上方也有一个更大的窗户, 而且中央似乎还有一道接缝。 橘子趁着柯柯正在上来的过程向霍宇浩解释道, 咱这全地形探测混倒器本身目的就是为了运送和保护混导师。 当混导师需要战斗的时候, 可以从座椅上被直接弹出, 上面的水晶玻璃会向两侧分开, 直接将人送出去。 每个座椅都可以控制这个选项。 在你座椅右侧, 有个红色的按钮, 用手掌用力拍下去, 你就会被弹送而出。 这个设计真不错, 霍宇浩忍不住赞叹道, 柯柯此时也爬了上来。 坐在霍宇浩旁边, 橘子在面前的操纵杆中选择了其中之一, 轻轻一拉, 顿时之前敞开着的窗口缓缓闭合, 三人就被密封在了这直径两米的球体之内。 注意,我要开始了。 一边说着, 橘子身上闪耀起一层橘红色的光芒, 两黄三子五个红环先后亮起, 左手握住面前一根最粗的金属杆, 魂力全面注入其中, 顿时整个全地形探测魂倒器开始有了动静。 在轻柔的机械声中, 球体缓慢升高, 霍宇浩此时是开着精神探测的, 他能感觉到那六根长腿在缓缓支撑而起, 通过窗户便能更清楚地看到外界。 柯柯, 魂倒护照由你来掌控。 一边说着, 他在左侧一个按钮上一拍, 柯柯面前也升起一根金属杆, 柯柯双手握住, 做好随时输出魂力的准备。 出了, 走了, 橘子有些兴奋地叫了一声, 左手金属杆缓缓前推, 顿时那六条粗大的金属腿开始缓慢地向前脉动, 整个全地形探测魂倒器也开始震动起来。 霍宇浩的精神探测全面开启, 他能够清楚地感受到, 在这个全地形探测魂倒器中, 至少有过三十个核心法阵开始了全面运转。 这些魂倒器全都是在橘子的魂力支持下进行运作的, 橘子的魂力消耗也因此变得极大。 尤其是在整个全地形探测魂倒器刚刚启动的时候, 那一瞬间橘子的脸色甚至因为魂力的输出过多而显得有些苍白。 前进速度开始加快了, 霍宇浩趁着这时候毫不犹豫地开始记录这件魂倒器的整体结构。 全地形探测魂倒器中的核心法阵实在是太多, 一时半会儿它是不可能记清楚的。 但先经结构记住更有必要, 这可是日月皇家魂倒师学院经过千锤百炼研究出来的。 短短时间内, 霍宇浩对这件魂倒器已经有了一定的判断。 或许从实际意义上来说, 这件魂倒器目前来看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。 虽然防御力不错, 但却需要消耗五级魂倒师大量魂力。 一旦遭受攻击, 如此巨大的体积就是明显的目标。 虽然它的奔行速度在加快, 但显然也无法和飞行魂倒器相比。 那六条金属腿也同样不能让它变得灵活起来。 可以说, 这件魂倒器本身有着无数缺险, 但或许后却完全可以肯定, 史雷克学院魂倒器却绝对制作不出这样一件魂倒器, 或者说, 星罗、天魂、斗灵三国加起来, 也没有制作出这种魂倒器的能力。 这件魂倒器本身的技术含量太高了, 那些核心法阵的连接方式以及本身隐秘的地方, 就算是它的精神探测也无法完全看清。 现在看, 这件魂倒器几乎没有什么大作用。 浩兹巨大不说, 它的整体作用甚至还不如一名五级魂倒师在外面发挥的好, 就算是自己也能够轻易地将它毁掉。 但是如果有一天, 日月帝国找到了替代魂力的能源呢? 如果那能源能够支撑魂倒炮的发射呢? 那又会是怎样的一番局面? 很难想象, 如果有一天大陆战争变成了以它为主导的时候, 普通士兵的作用将会被弱化到怎样的程度? 就在这不长的时间里, 或以后心中却想了很多很多。 这件魂倒器对它的冲击实在是太大了。 而且它也隐隐明白, 虽然在学院之中, 薰子文并没有教导什么具体范例, 但从它肯让自己和橘子柯柯一起实验这件魂倒器就能看得出, 它对自己并没有什么戒心。 而且它也隐隐明白了薰子文的意思, 如果自己在诸葛神弩魂倒器的研究应用到这件全地形探测魂倒器上, 那么可以说立刻就能让它拥有一定的攻击能力。 虽然那需要十分繁琐的提前充能, 但至少能够让它可以攻击。 对于整体的研究, 就有着相当重要的提升了。 定装魂倒器虽然也可以加装在这上面, 但从霍宇豪目前对定装魂倒器的了解来看, 几乎所有定装魂倒器的发射都是通过核心法阵完成的。 巨能法阵虽然能够积聚一定魂力, 但在发射的时候却同样需要魂力来推动运行。 和诸葛神弩那种完全通过复杂激扩来进行发射, 距离魂倒器只是引动激扩的方式有着天壤之别。 用最简单的说法解释, 诸葛神弩的内部激扩如果应用到全地形探测魂倒器上, 竟能够极大程度的节约魂力的消耗, 这才是宣子文最为看重的。 霍宇豪当然不可能将诸葛神弩的激扩结构交出去, 日欲帝国对魂倒器的研究已经到达如此程度, 如果再对他们有所帮助, 真被他们研究出什么战争机器, 大陆其他三国可就有难了。 橘子并不知道霍宇豪心中翻起了滔天波拉, 这是认真地操控着全地形探测魂倒器。 魂力输出的同时, 他还要小心地根据地形不同来进行调整。 坐在密封的球体内, 绝不是什么舒服的事情, 最大的问题就是颠簸。 虽然全地形探测魂倒器本身有着一定的减震能力, 但在运行过程中又怎么可能平稳? 坐在硬硬的椅子上, 那滋味就别提了, 只是一刻钟的功夫, 橘子就停了下来, 表示要休息, 而此时他们也已经来到了景阳山脉的一条支脉前, 再向前就要上山了。 霍宇豪略微计算了一下, 这全地形探测魂倒器, 在全面运转起来后, 奔行速度几乎和自己全力奔跑的速度差不多。 一号, 说说感觉吧。 橘子脸色略微有些苍白的, 扭头看向霍宇豪, 他已经和柯柯换了位置, 待会儿就要柯柯进行操控了。 霍宇豪想了想, 笨重, 不够灵活, 我觉得从材料本身能够找些原因。 但如此一个大家伙, 只是凭借魂律输出再加上简单的操控, 就能保持高速的奔行起来。 不得不说, 这已经是相当程度的创举, 这与纯粹的攻击防御魂倒器相比, 复杂的简直不可以以道理计算。 如果用级别来评价, 这玩意儿恐怕有八级魂倒器的复杂程度了吧, 但它的作用实际上也就一般。 没错, 弊病确实非常多, 我们也只能不断地改良, 照目前的研究度看, 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再有进步。 现在, 帝国内部已经有些声音, 因为应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对定装混倒器的研究上, 毕竟定装混倒器可以由修为较低的混倒式进行操作, 攻击力也十分惊人, 而这种混倒机器人想要有所成就, 需要的研究经费太恐怖了。 你不知道, 这个机器人看上去笨重, 可实际上, 它每一个关节都有不同的核心法阵, 也由不同的人进行研究, 再加上对各种不同材料的试验, 工作量庞大到难以想象, 想要将它研制成型, 真正的应用于战争, 我看没有个上千年时间都很难做到吧。 霍宇浩不动声色的问道, 橘子姐, 那在你看来, 这项研究有没有意义呢?